雅加达亚运日韩女排14人名单。 强阵出战权力冲金。 金阮景。 2018年第18届亚洲运动会将于8月18日至9月2日在印尼雅加达举行。 亚洲女排的整体水平较高,令该项目的争夺成为亚运热门赛事之一。 随着开赛日期的临际,多支球队相继公布了亚运会14人名单。 作为中国女排的老对手,日本和韩国在本届亚运会都敬前主力建制冠军,日本队更是在时隔12年后再度强阵出战亚运。 日本,时隔12年强阵战亚运。长纲旺忧回归古鹤落选。 自第四届亚运会设立女排比赛后,日本女排曾一举获得五连关,成绩仅次于七次问鼎的中国。 近年由于亚运会与世锦赛比赛时间相对接近,日本女排在2010年广州亚运会和2014年仁川亚运会均为派出一线主力参赛。 这次主帅中田九美一反常态,在雅加达亚运会精英进出,复工老将荒木惠里香和商誉归队的接应长纲旺忧等人均进入14人名单。 相比之前的世界女排联赛18人大名单,这次日本队的调整幅度较大。 入围亚运阵容的主公野本黎家和郭谷游里之,复工荒木惠里香,接应长纲旺忧和自由人小贩真子都没有参与世界联赛的争夺。 是连得到较多出场机会的编工手骨贺沙里纳、内赖虎真实、京尚爱丽莎、枯川真理以及二床田戴加奈美等人均遗憾落选。 两大赛事参赛名单调整幅度如此之大,可见之前的世界联赛,主帅中田九美确实一直在试镇,旨在寻找最佳阵容。 时隔12年再度强阵出战亚运会,日本女排在雅加达争创佳继的决心显而易见。 在年度大戏世锦赛到来之前,东亚四强中日韩太在亚运会上将有一番激烈拼杀。 日本女排雅加达亚运会14人名单。 主公、四人、石井优希、郭谷游李芝、黑后爱、野本离家。 主公、四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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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黄牧慧李香、道村春市、奥村麻衣、眼板明奈。 街影、两人、新国李莎、长冈望悠。二传、两人、傅勇、左腾美迷。 自由人、两人、景上秦桧、小番真嗣。 韩国,金阮景领衔全力未免,接应大调整金西珍无援 四年前的人川亚运会,主场作战的韩国女排在决赛中3比0击败张常宁领衔的中国二队夺魁 作为赛会的未免冠军,这次韩国队依然派出一线阵容出战,金阮景领衔在挑中弹,力争能赞亚加达取得佳绩 韩国女排在世界联赛个别分战阵容有所保留,成绩相应受到了影响,在预赛中景列第十二位 但首周在北轮战横扫中国,还是展现出了较强的竞争力 与世界联赛时的阵容相比,这次韩国的亚运阵容在主攻和自由人位置与之前一致,其他位置均有所变动 接应位置主打了世界联赛的金西珍落选 取而代之的是黄敏京和郑浩英 在近年一系列赛事中,金西珍是韩国队除金阮景之外,比较稳定的一个格分点,她的落选令人意外 副攻线仍由梁孝珍领衔,但人数从三人增至四人,不入了李珠雅 二传位置只保留了新老搭档李孝希和李多英,李纳言无缘亚运阵容 韩国女排雅加达亚运会十四人名单 主攻,四人,金阮景,李再英,朴珍雅,江素辉 副攻,四人,梁孝珍,金秀智,朴恩珍,李珠雅 接应,两人,黄敏京,郑浩英 二传,两人,李孝希,李多英 自由人,两人,林茗玉,罗贤珍 接应 继续 ce di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